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这个世界公不公平呢 你有没有试过埋怨 为什么别人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呢 今集《倒在人间》 我们邀请到一位充满爱心的嘉宾 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助人快乐 其实有能力的人多做一些 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 今集我身边的嘉宾 有人称深水埗明哥的陈卓明先生 明哥,你好 你好 我相信除了深水埗的街坊 对你很认识之外 很多香港的朋友都知道明哥的消息 因为很多时候 一些报章杂志都会提出 派放活动的信息 或者一些活动的报道 但最近你们那边大南街的分店 好像有资料说是业主加租 所以你们有搬铺 那现在那个新铺 或者我们叫社企饭堂 是不是已经正式营业了 就已经开了三号开张 是 七月三号 因为那个牌照问题 就迟了几天才能做生意 因为我不想有一个 无牌经营的罪名 是 是 是 我希望拿到牌才做 隔了两天就拿到牌了 都很热闹,很多人支持 暂时我们还在摸索 因为会有很多外来的朋友 是 帝国区的会放假 都会过来看看,参与 在吃东西 其实你们这个社企饭堂 和你们平日的派饭活动 两种有什么不同的呢?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 我发觉现在香港的社企 很多时候都会很红心宝贝地开始做 但是用了基金之后 他们就无以为主 没有人生存得到,所以就要结业 是 希望我们现在五年里的活动计划 融入了我们的社企 如何令我们可以做到自负盈亏 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支援 没有善本学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继续生存 可以继续服务社会 就是要做一个长期服务的计划 我就想用我们的行动 去表达我们如何才能长期服务 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 我知道你们的企业大概就是 即是黄昏之前的时段 就是正式做生意 就是去维持你们的经费 在黄昏之后 究竟发生什么事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每一个星期 都有三天起码去派饭 是 有时最高纪录 就是一个月做到25天 如果我要晚上做生意 就变成没有地方派饭的活动 吃饭了 因为有很多义工来参与 是 而且我们每个星期 都要做三百至四百个饭出去派 又要地方又要人手 第二个就是派完饭 我会带一群年轻人回到我们公司 会跟他们分享 动员他们的爱心出来 是 每一次差不多要上两堂 其实主要帮忙的义工 都是年轻人是吗 其实大部分都是 一个就是义工群组 第二个就是学校的学生 甚至现在九大院校和中学小学 都有很多学生来参与 你觉得是你个人的魅力 还是怎样会吸引他们 这么鼎力支持 在义工的方面 其实最主要我们所做的事 是得到很多有心的市民支持 是 还有令到我们一直发展下去 就对年轻人的教育 因为现在社会上疏忽了年轻人的教育 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读书 成功就好就可以了 是 就不会培养了正能量的爱心给他们 希望用我们的活动去慢慢带动年轻人 他们的正能量和爱心出来 让他们以后大陆的社会 就会有很多人参与社会上的活动 令整个香港都可以生活稳定一点 我知道明哥 其实你自己有点想法就觉得 我还认识整个善举太迟了 如果再早一点 早一点就数了十年八年 你就可以做为社会贡献得更加多 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你的实践这个计划 大概从2011年开始 其实一点都不迟了 永远都是行善 有做比没有做更好 迟做也不要紧 但2011年其实也是很早 那时候你的家的环境是否算很稳定 所以你会觉得要帮助其他人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们原先的心态 都是希望赚多些钱 因为小时候太窮了 希望做一个有钱奥 但是做了十多年的老板生涯 都不成功赚钱 但是最后最低的 令到我们压力最大 就是相差两万多元一个月开支 如果我们两个股东都不出粮 就够开支 但是不出粮就好像没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基层的家庭 如果没有出粮就没得开支家庭的了 那熬了两个月之后 就开始帮助其他人判六千元 那有关年轻人的话 帮助其他人判得不公平 有钱的你给六千元是没有用的 但是基层的六千元可以帮到家庭上面的生活 小孩子读书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到很多问题 那他们就组织了二十个年轻人 把自己六千元全部捐出来准备行动 那行动之前 有本习主推介了我们 怎样江湖露燕饭送友情 又怎样扭尊龙任求生存 他们看了之后知道我们里面的压力很大 开始选择给我们吃饭出去派 希望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 那一直跟他们一起活动 由八十个饭开始 做到半年后做到四百个饭 当时你们没有牵涉派饭的活动 就是他们来买饭 提供饭盒给他们 我也会出去跟他们一起活动 就是参与他们的活动 直到半年后就做到四百个饭 还有那时候有二百个年轻人参加 开始每个月都是做一次 一直都是由他们号召市民的支持 一直多资源之后就一直坚持 就做了一年半 年半之后就有一个节目 想和我们拍一个解放情的节目 就令到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铺头的曝光 在全香港都看到 很多有心市民就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饭是什么 新水煲是哪个位置 还有是不是真的这么便宜 这么划算 那天就等到很多市民过来之后 就整天等位置了 过了二十天之后都稳定了我们的生意 我就觉得社会力量帮到我们 继续在区里面生存 我们就希望回赠社会 就开始承诺 交出两个交租就不加价 但是这五年里面的通胀是百分之一百的 是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 如何自省人手 甚至要多做生意就维持 因为我们是一个批发认识 是 第二就是我们所有自己要维修 小维修我懂得做的都会做 甚至通坑渠 我们都要自己做 你真的是师傅 有时候没办法逼你学 就可以省下成本来控制到价值 其实明哥第一次叫做站稳一肩 当时你说做了一年半之后 亦得到区外的街坊都专专来等位 各方面的所谓生意、生意额 做善事方面的资金、运作 开始暢顺的时候 你还记得第一次快乐 那个满足感是怎样的呢 那时还未达到水准 因为拍完电视之后的一个月 当时的嘉宾是红金布 他来探讨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节目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可不可以继续在区里面生存 就在这里吃饭跟他聊了个几钟 聊完之后他就放下一万元给我 叫我帮他做些东西 派饭给老公家和没饭吃的人 我想我们一直活动 香港的行动是每个月做一次 但是我们少少钱 可以每个星期去做一次小行动 去帮他们稳定两餐饭 因为每个人生存在世上 最得限度都是两餐饭的 是基础 那我就开始做六十个饭 因为做了一年半 了解过大约有六十个老叔 我就每星期六做一次六十个 就是把活动 本来一个月一次加密的次数 是 其实加密的次数 是我们开始跟红金布那万元 我们赚到一千 开始我们自己活动 是 但是每个月最后 那个星期六都是大行动 我们来参与的 明白 我希望能够每个星期六 都做一次 去帮他们稳定两餐饭 其实越做得多这种 就是派饭的慈善活动 其实体力上应该累一点 但是你的满足感是否越来越大 其实做了之后 头的半年都一直在小行动 我们没有什么基金 就不敢做那么多 是… 但是做了六十个之后 没多久就八十 接着一百 受惠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要二百个才能派老叔 平日你派饭去帮老叔者 或者独居长者、老人家 大时大节有没有特别的大型活动 到我们的活动稳定之后 我们就开始一路不停地用心 去思考社会上的流动和需求 曾经在大前年 即是一、二年、三年那段时间 我发现了初一自创 所有的慈善饭堂教会饭堂 政府饭堂都休息 那段时间没有人来老叔 我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帮老叔者 听到那段时间有饭吃 每年我们组织八十个乙工 在年初三个日 之后十准集中 就开始教他们如何做饭 如何做好之后如何派出去 第一年做了六个区 爱心是不应该放假的 在年初应该帮他们 你最主要了解他们的需求 因为那段时间才最需要我们协助 而且每一次派饭 无论八号风球 我们都一定要出去 要了解他们究竟谁还没吃饭 因为又是政府饭堂 所有饭堂都休息 没人关心他们 那未来中秋节 会不会有些呼吁 或者有些大型活动 你们是计划当中的 这几年的中秋节 我都有做一个中秋节的月饼活动 在2013年那一年 我们试过和另一个群组 就是大行动那边的活动 一起呼吁市民 希望他们在节前能捐到月饼 在过中秋节之前捐 因为我发觉有些比较有职位的人 很多人送礼给他们 是… 一个家庭三、四个人 就整个八号月饼就吃不完 如果过了节之后 再拿出来就是一种锤鱼的形式 锤鱼送给大家的意思又不同了 我希望在节前能够捐到出来 我们会安排派发给那些 卖不了月饼的基层家庭 让他们吃到一个节日的感受 做到节日的气氛和节日的食物 那我们就能够安排给他们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上 但是如果过了节日之后就变成一种 便是一种锤鱼的形式 那我们也会安排给基层家庭 但是没有一个厌制食品 那么好的意义 明哥,我知道你们这社区的名字 就是北河同行 同行当中的意思 当然就是一起努力 行线要新火相传 其实你对于你自己做到现在的地步 希望接手的人 或者你们整体公司 或者家庭上 如何可以延续下去呢 其实现在我在这几年里面 这两年特别是最近这两年 我发觉到应该一个人 在一段时间一定要退下来的 无论怎样身体好都好 算你做到80岁、90岁 至少有退一天的 希望在这段时间可以做得到的 都慢慢地培养比较年轻一辈 让他们慢慢地感受到我们的活动 还有怎样用他们的爱心 去延续到我们的路向 最主要是要 我要求他们保持到中立 就不可以有任何的偏差 如果你偏在一边 就会只剩一半的力量 明白 所以一定要保持到中立 所有人的力量都可以团结 可以帮到更多的人 好 今天谢谢明哥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的善心 可以继续伸祸相传狼 下一集再见 好 谢谢